音樂 哈囉 謝謝聰聰的Baby丈夫給我投了一票 哈喽呀 因为公演还没有开始 所以我就 我已经化好妆了 然后也已经做好造型了 我就赶快开个直播 头发上怎么有根毛 谢谢白皱形姜为我投了9票 你这个ID还专门打了拼音 谢谢白皱形姜再次为我投了一票 我拉票应该在应该要到7月份了吧 谢谢 ARSLYNN为我投了2个酒票 三个酒票 谢谢 我今天真的很速度 我今天就是我今天中午的时候 在学校就已经把妆化好了 因为我想着我下了课之后再过来 还要排练 还要做造型 可能会比较赶 所以我今天中午就已经把妆化好了 然后呢 化好了之后还复习了一下舞蹈 然后一下课 赶快直绷这边 但是今天真的不好打车 谢谢元棒 谢谢四亿YY为我投了9票 今天真的很不好打车 因为有点下雨嘛 然后放学之后那个点可能人也比较多吧 很难打到车 最后赤巨资打了一个 打了一个那叫啥呀 悠响 那叫什么车来着 是悠响吗还是专车呀 然后才才赶到了剧场 然后排练 我今天的妆容是不是和之前不太一样 因为我换了一个新的眼影 就是今天涂了粉色的眼影 之前公演的时候都是涂的那种 大地色的或者是深一点的嘛 然后今天我搞了一个 搞了一个粉色系的 能看出来吗 就挺适合夏天的 就看着眼睛也没有那么的凶了 什么第一次见过漂亮的小姐姐 你第一次看我直播吗 对我今天的造型确实和那个微博头像的差不多吧 但是微博头像带了一个大蝴蝶结这个今天没有带蝴蝶结 欢迎欢迎欢迎 那个蝴蝶结 那个蝴蝶结 什么时候你们夸他好看 什么时候你们夸我带那个蝴蝶结好看我就再带 这里有个蝴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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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像是兔子 谢谢蓝雨青为我投了一票 其实也挺好看的 我看了我看了你们微博剪的那些搞笑视频 天呐你们太厉害了 太能讲了 只能说太有才了 对我对啊我看的是那个 今天好像有两个视频吧 有一个猜猜我是谁还有一个我吃猪肝拌面的那个 吃了吃了我一过来之后就点了猪肝拌面 已经吃完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 就非常开心的在这里开直播 谢谢煤炭里的黑猫为我投了9票 谢谢煤炭里的黑猫再次为我投了1票 你们看 我里面这件是一个性感辣妹的吊带 但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就这样穿着吊带就出门 尤其是在学校里面 所以我外面还会披一个这个 而且今天比较冷嘛 我就披了一个这个长袖的 谢谢巧克力 这个就是上次我和田田去逛街的时候 买了一件这个 你们应该有看到那个图吧 我和田田在试衣间里面的那个照片 对现在不能出街 所以你们就只能 所以你们就只能看看我的直播了 对现在不能出街 如果是大热天的话我也不会就只穿个吊带出门的 我肯定也会披一个就是薄一点的防晒啊什么的 不然的话就晒着 多难受呀 最主要的是穿着吊带出门实在是有点太太太啥呢 太便宜那些路人了 万一有什么猥琐难 真的对有点太野了 不太好 穿不出去 毕竟之前真的有被吓到过 所以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嗯 对所以如果是穿吊带的话 我也都会就是在外面披一个外套 谢谢蓝雨晴又为我投了酒票 谢谢你 我感觉我这一天得了失睡症 我不管干嘛我都能睡着 真的非常的神奇 接下来我们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嘛 有排练一个新的剧目 然后呢 嗯 就是就是就是挺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有很多人的一场戏 然后那场戏呢 有一大段没有我的台词 我就只需要就是坐在那个柜子里面 坐在那个衣柜里面 在那坐着就行 然后后面我就我就睡着了 我就整个人躺在那个衣柜里面就睡着了 真的我睡了一觉起来就发现哎刚好要到我了 而且而且我当时就是我自己知道自己快要睡着的时候 我为了防止老师看见我 我就把那个柜 衣柜的那个帘子给拉起来 那个衣柜它有一个白色的像窗帘一样的帘子 我给他拉起来我就躲在里面睡觉 是不是很厉害 谢谢一文棒 然后呢我今天睡醒了之后不是继续排练吗 排完了之后 然后就放学了我就来剧场 我打车的时候在剧场 我打车的时候在车上一直在睡觉 就是睡不醒 谢谢感冒射线为我投了一票 这一天一直是这个状态 昨天也是 昨天也是 可能最近学校太累了吧 然后每天都不停的排练啊 然后寄很多东西 然后还有很多的走位走来走去的 我昨天也是 我昨天真的好累 昨天学校里面忙了一天之后 然后晚上不是又回去排练吗 我整个人脑子不在线 我就感觉我跳错了一堆动作 昨天排练的时候 就是明明我知道那块该怎么跳 但是手和胳膊就是和大脑没有连在一起 你们知道吗 就是在那边瞎跳 谢谢感冒射线为我投了酒票 谢谢感冒射线又为我投了酒票 哎 不行了 我就怕我今天脑子不在线 万一跳错怎么办 我现在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其实记住了啊 如果我跳错了的话 那就是说明我的灵魂不在线 不能怪我 只能怪我没有带脑子上场 真的我现在其实都有点头疼 我怀疑也有可能是有点感冒 前面几天就是在家吹空调嘛 嗯 感觉 可能晚上的时候踢被子了 就开始空调睡觉嘛 然后晚上的时候可能我老踢被子 可能就有点着凉了吧 然后就有点感冒 不知道 反正就整个人头昏脑胀了 你盯着我看我怕你也看不见我呀 毕竟站位那么靠后 没有吃感冒药 因为我是刚刚才感 才想到有可能是感冒了 我们这场公演真的我感觉会很累 明天和后天可以休息两天 但是呢我明天和后天还要去学校排练 因为就是老师对我们的排练很不满意 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有很多人一起排一个剧目 就是那个节奏而且还是一个喜剧 所以节奏啊然后那些点啊必须要特别的到位 必须要特别的准确 所以呢需要大家一起必须要都在一起排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谢谢三爪货动开位我送了40个圆帮 谢谢圆帮 谢谢星多多为我投了酒票 唉 我刚才收到哪里了 哦就是就是谢谢奶茶 反正就是好不容易 能休息个周末了 就是这周末不是没有公演吗 这周的公演在周五嘛 所以周末可以休息两天 但是还是要去学校 嗯 要排 老师说什么 我给你们的笔记都已经给到了 你们下次来的时候必须 就都是我说到的那些必须都要做到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点难 毕竟人比较多嘛 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的 什么都能记得住的 就有一些同学可能就 get不到老师说的是什么 或者是 或者是记不住啥的 就得不停的排 然后就 就挺那个傻的 就要不停的排 不停的排 我在里面演的那个角色吧 他就是 他他 这个戏他就是分戏里和戏外的 就是我们这个戏呢就是 这这个剧目 这个剧本就是讲的就是一群人在排练一个戏 对讲的就是一群人在排练一个戏 然后呢 戏里面一个人物形象 还有你戏外面一个人物形象 所以我在这个戏外面的人物形象 我觉得非常的好 就是天然呆 哈哈 就很呆的那种 就是啊什么你说什么啊 嗯就是完全和别人不在一个频道上面的 就是永远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 什么本色出演啊 不是我就是在这个戏外的这个人物的形象 就是天然呆 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的 因为别人都在那边 跑来跑去忙这个忙那个 然后各种找道具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坐着就行了 反正不管我的事 我就补补妆啊 然后什么打个哈欠啊 然后在那边坐着发呆啊 就是就是那种像仙女一样 然后不用和他们在一个频道上 完全是室外的那种感觉 然后天然呆 对 太搞笑了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在戏 戏里面 戏内的那个形象是一个就是那种 嗯 那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 很 很嗲的那种 算是 应该是吧 嗯 就是还蛮有女人味的 然后但是呢 就是那种嗲嗲的 也不是嗲嗲的 怎么形容呢 想不出来那个词 啊 救命啊 就是 哇 这里都是你的 就那种 你们知道吗 天呐 就是那种 有很多那种 有点像智琳姐姐的那种感觉 所以 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还挺挑战的 就是要用林 林志琳姐姐的声音讲话 太搞笑了 然后 然后就 就就就挺搞笑的一个剧 真的蛮不错的 谢谢星多多 我有投了9票 而且我在那个戏里面 就是那种非常 还有点性感 然后还有点 嗲嗲的那种 就是 非常的女人 救命 我一个扣子哥 突然要变成那个样子 好可怕 真的突然要女人真的好累 所以 我一开始就是 就是尝试角色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试这个角色 结果老师后面 直接就给我安排这个角色 我真的 就我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点点抗拒了 然后 然后 我就跟老师说 啊 啊 啊 真的吗 然后就 就是要让我演这个角色 救命 但是 但是我一点都不 就是那种 有点 稍微有点做做的那种 我平时从来不会这个样子 但没关系演戏嘛 无所谓 结果我居然能做得到 笑死了 就是你只要一在的那个情境里面 你就自然而然的就 就会 那个样子 不行头疼了头疼了 都怪这个 都怪这个女人把我搞的头疼了 都怪这个角色 谢谢星多多为我投了酒票 我今天我已经吃完猪肝拌面了 我跟你们说 我在那吃猪肝拌面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你们给我剪的那个猪肝拌面的视频 绝了 一点都不下饭 更吃不下了 你们看可能是觉得下饭我自己看的时候我都要 偶了 我手中的面立刻就不香了 然后造型师姐姐说 哎呦你什么时候在那边吃面 就看到我在看那个视频吗 就是哎呦你什么时候在那边 还吃面啥啥啥的 我说我每天都吃猪肝拌面呀 我说我每次来剧场都吃猪肝拌面 谢谢 狂拽霸总 刘成风147为我投了一票 我视频里面那个面太香了 所以我手中的面就不香了 你们知道吗 因为那个视频剪的就真的 看了之后就让人觉得很有胃口 他半夜剪那个你可以边吃泡面边剪 然后就能让你的泡面好吃一百倍 对啊你半夜的时候饿了你就要吃东西啊 可是你吃了你又觉得不好吃你就要点开这个视频 看着猪肝拌面在吃你的手里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特别好吃 是吧就像我平时半夜的时候吃东西 然后你们都会去各自觅食 就会觉得更好吃了 谢谢 这个字念什么呀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个字念什么 党风吗 谢谢 党风为我送了 为我投了酒票 呢 担风 到底念啥呢 学识浅薄了 不知道念啥 不管怎么样都要感谢你 我准备七点的时候下播 我准备七点的时候下播 各位 因为我们 必须要准时开场 谢谢三爪货动开胃 我投了9票 我今天还是跳somewear 现在必须要准时开场了 然后要准时结束 我们今天应该是7点半开场吧 我一会儿再去复习一下动作 然后换换衣服啥的 一会儿记得拿礼物 什么礼物 我觉得我该去做按摩了 真的好难受呀 没有关系 不用分我一点脸 我把脸凑近一点不就大了吗 现在是不是大脸聪 我们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我觉得我把脸放在这个地方不是脸变大了 是美貌变得更多了 我还是低调一点 感觉没有人能烦得过我了 我跟你们说 我那个总选证件 估计这几天就要放出来了 然后你们看了之后就知道了 我觉得我这次拍的这个 还还挺有意思的吧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感觉你们又要给我剪一些 喜剧乖乖的视频了 哎哟 我刚刚说出来这句话 就发现有人就想着给我剪素材 哦 他们说要排 somewhere 我可能马上就要关了 要上去排了 现在可能在排 《噩梦轮回》这首歌结束了 我就上去 我感觉我今天其实有点肿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今天早上起来了之后嘛 我的眼睛都是肿的 就像发炎似的 很肿 不会真的感冒了吧 整个人今天早上起来之后 真的很肿 我是到了下午 快放学那会儿 那个肿才消了一点 好 咱们 我自己真的就是可能这种东西只有自己能看出来吧 自己尤其是早上刚起来的时候很肿 好多好长时间没有那么肿过了 上次那么肿大概都已经是三四年前了吧 但是我现在很少会水肿 只有生病的时候才会水肿 我前一碗吃的比较腻的话 也不太会水肿 谢谢巧克力 今天年初假装线 那你现在好一点了吗 我已经好几年没喝过咖啡 没有喝过咖啡这种东西了 因为之前有一次喝咖啡喝的心脏有点难受 后面就再也没喝过了 基本上我现在真的不喝咖啡 然后奶茶也不怎么喝 也就是喝一喝水果茶啦 谢谢巧克力 哦我现在要上去了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不喝咖啡啊 然后也不喝那种让自己变清醒的东西 所以我每天都那么困 好了我要去排练了 提前五分钟下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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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反正一会公演还可以见呢 公演见吧 别在这说骚话了 太奇怪了 受不了 谢谢微观世界的肖恩 我投了酒票 拜拜 拜拜 哎 等会他不用拍 我不想现在再拍lost 没有再拍桑木卫 不好意思 谢谢微观世界的肖恩为我投了一票 哦为我投了两票 谢谢 虚晃一枪 还能再loglost 谁在叫我 是有人在叫我吗 嗨 根本没有人在叫我 为什么我刚才听到了匆匆 好奇怪 完了完了 我现在已经 已经就是产生了幻觉了 完了完了 现在真的头很痛 谢谢蓝雨晴为我投了酒票 谢谢蓝雨晴又为我投了一票 你是 你比我还严重啊 你都能听到钟表声 哪来的钟表声 吓死个人 谢谢星多多为我投了两票 三票 四票 你是要刷屏吗 谢谢星多多为我投了 几票六票七票 谢谢 我都不知道几票了 八票了吗 谢谢 对 还没有开始我就已经困了 谢谢元帮 你说谁是猪猪呢 我现在每天都是这个状态 就是就是我非常的在我的角色里 无时无刻都在犯懵 每时每刻都在犯懵 其实我觉得我那个角色我就是真的躺在柜子里面睡着了也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挺好的 挺好的 不用人设 Be real就可以了 太过分了 对能睡觉的角色都是好角色 这千年难遇一个这样的角色 谢谢不要欺负coco为我投了一票 确实千年难遇的这种角色 你说什么角色 可以在台上睡觉呢 哇 谢谢盈为我投了99票 比心 七点了七点了 嗯 嗯 我怀疑我要上去排练了 谢谢 谢谢大家的投票和礼物 好了 小呆葱要下线了 拜拜 开始了开始了 再见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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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